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5日 星期三 這節John Connor繼續跟大家說國際新聞 這次鏡頭一轉 就到了歐洲 歐洲最近 跟中國大陸本來在2020年的年底 落實了中歐投資協定 其實較早之前的節目也跟大家分析過 最新的說法就是歐盟正式說 現在 目前已經暫停了跟中國大陸的中歐投資協定 所有的 審批程序 理由就是 歐盟和中國政府基本上 就是互相制裁對方 換句話說 雖然不是敵對狀態 但是基本上 就是處於一個 就是沒有可能繼續協定 的情況 所以歐盟索性出來告訴他 不如整件事暫停 中國跟歐盟的關係就是因為新疆的人權問題 開始極度惡化 最新的消息就是歐盟的委員會就在星期二的時候 說 這個 批准中歐投資協定的所有的程序 在實質上已經完全暫停 在跟大家詳細說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本台現在正在進行雙頻道廣播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希望大家在兩邊的頻道 都做這個支持六部曲 就是在節目按LIKE 就是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兩個頻道的節目 就是用Google戶口 Login 建設性留言 通擊五毛 也就是開多些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也希望大家 一有空就點擊廣告 可以打開這個 節目清單 星期二得道節目可以有去無限loop 自動播放 一有空就可以手動 點擊廣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繼續跟大家講解中歐的 面投資協定 就是這件事 現在就是非常之樂見 看到中國大陸 原本 就是想入侵歐洲的一個協定 現在就是基本上 完全就是 沒得再走下去了 歐盟委員會的執行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 在星期二接受這個 發新社的訪問 說到 在現在這個情況 在某種意義上 我們就已經 暫停了 歐盟委員會方面的政治外展活動 也在訪問裏面說到 歐洲跟中國大陸 在3月開始就是互相制裁對方 互相制裁對方對於 要繼續處理歐中投資協定 基本上是毫無幫助 特別就是中國就是制裁歐洲議會的成員 在這樣的情況下 基本上你還要歐洲議會 去批准整個歐洲 的 中歐投資協定 基本上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中國歐洲聯盟全面投資協定 就是簡稱這個中歐投資協定 英文就叫做BIT Binatural Investment Treaty 就是一個 雙邊投資協定 雙邊很明顯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及 歐盟 其實中國一直都是想跟 歐洲簽訂這個雙邊的投資協定 其實 早就已經討論了 其實在八九十年代 已經跟歐洲 在談這些問題 當然當時甚至乎 連歐盟也沒有 最早跟歐洲談這個雙邊協定 最早的時候就在2012年 當時 就在這個中歐峰會那裏就談 跟歐洲其實就是談了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最早 從2012年已經開始談了 其實 足足談了八年 到了2020年 當時 就是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開會 歐洲議會 當時其實歐洲議會的人也要向歐洲的人民 跟選民交代 決心 就是要把一個談了那麼多年的協定 就是要儘快 在年底就談得到 大家都記得背景了 當時歐洲 他的盟友 美國這個最大的盟友 當時就是 特朗普主政 這個即使我們很支持特朗普 但是我們的 批評或者評論也不便 實際上特朗普做太多政策就是 要美國優先 導致 很多美國的盟友 其實對於美國相當之不滿 歐洲 其實是一個 非常之 這件事 是一個反感的 團體 特別是德國 以及法國 德國和法國 就是歐盟的大佬 德國和法國都是 零射 零射 不妥特朗普政府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追完索本 發現 歐洲 什麼時候是開始 倒向 中國大陸這一邊 其實確實 大概是在 特朗普執政的年代 特朗普 大家也記得 甚至乎就是撤軍 甚至乎將在 德國的駐軍 撤走 所以換句話說 歐洲的關係 跟美國的關係 在那幾年其實就是相當之差 這個其實某程度上就促成了歐洲倒向了 中國大陸 本來這件事就向著這個方向進展 但是到了2020年的年尾 甚至乎是2021年 的時候 這件事就有一點峰迴路轉 整件事就是因為醞釀著這個中國 新疆的人權事件 到了2021年3月 歐洲 其實已經醞釀了很久了 醞釀要跟中國大陸 反台 整個 香港的事件 令到歐洲的議員 沒有辦法 完全 不為這些 人權的問題出聲 當然有議員出聲不代表立即政府就會聽 政府其實到最後 就是看看有多少人民就著一個議題出聲 到了新疆問題 歐洲總爆發 結果 歐盟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就是宣佈要制裁在中國大陸 在新疆問題上面侵犯 人權的官員 他們全部實行這個制裁 這個就是戰狼的時候 中國大陸當然 立即予以反擊 立即就要推出這個反制措施 不能夠 只是對付 歐洲的國家的政府 所以他們就選了一些議員出來 整件事其實就很好笑 歐洲的各國政府制裁中國大陸 竟然反制措施就不是對準著歐洲國家的官員 而是對著歐洲的議員 所以中國大陸很好笑 每次說有人西方國家要對付他來來去去都是西方國家的 政客和政軍 永遠就不是對準著西方世界的政府 反而人家 每次要制裁中國大陸的時候就是對準著你的官員 換句話說 中方就是 刻意避開別國的政府 正面攻擊 怕對方 其實也不用怕 人家真的是擁有武力 來來去去只是夠膽動那些所謂的議員 所以中國大陸另一個很好笑的笑話就是 西方世界來來去去就有一些反華的鬧劇 反華的政客 但是中國大陸 就沒有反美的政客 來來去去都是集體行動 全部代表國家 為什麼只有你 可以代表國家 人家的議會議員就不代表人家的國家呢 為什麼你的人大代表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 歐洲的議會 歐洲的議會 議員也不代表 整個國家 是小部分別有用心在反華 做反華鬧劇呢 細心想想就知道中國大陸說的事情多麼好笑 打蟲中國大陸反制歐洲 那一刻 大家也知道 必定 你以為歐洲全面倒向中國 這件事已經不再可能發生了 基本上 也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解決 其實你不是 用 10年 甚至乎20年的時間 重新 賄賂過了 或是利誘過了 不要說賄賂那麼壞 你繼續利誘 歐洲的全體人員 基本上你也很難 跟歐洲有機會再合作 中國大陸搞戰狼外交 最有趣的地方 不是使得 歐洲的國家的政府一下子反對他 而是使得下面的人民覺醒 下面有大量的民意代表 出來制衡著政府 政府想不聽 其實 在西方世界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就多謝中國大陸 多謝他的戰狼 出來使得歐洲的世界 歐洲的人民 覺醒 歐洲的人民覺醒了 大家都知道 覺醒了的人 基本上是不會 反過來的 我們看到 黃變藍 黃變藍的人 其實就是非常少數 通常就是極端 極端痛恨那些 反對派政客的人 就會最後不知為甚麼就變成藍絲 但是絕大部分的情況 都是藍絲 瞬間就變成黃絲 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對那個極權 不信任 對政府不信任的時候 就是由藍變黃 不需要說我 一變就很支持有民主 很支持有甚麼 只要 對政府有質疑 那就是由藍變黃的開始 這節只能說一句恭喜 恭喜你 歐洲就是 和你 預備全面反台 真的恭喜你 我們這節講到這裡 拜拜